你们对地狱歧视和种族歧视是怎么看待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豆三岁 我现在在加拿大曼省文女波 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在曼省的生活 以及生活上一些见闻 还没关注我的小朋友们 一定要先关注起来 谢谢大家支持 作为河南人的我 我今天想具体给大家聊一下 关于种族歧视和地狱歧视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让我单领出来一期 种族歧视和地狱歧视 一期视频给大家具体聊一下这个话题 因为我现在是在加拿大曼省文女波这个城市 但是我最近像河南文里火的一塌糊涂 但是火的也是戛然而止 为什么这么说 像上年的三冬资博火了 今年年初的哈尔滨火了 接下来就是河南 河南旅游要火 但是火的才开始要火 但是戛然而止 为什么就是因为河南的云台山打几 cosplay的那个打几 所以你们可以没有关注的 这个事件可以去关注一下 也是因为这个事 我为什么就是想跟大家聊一下 种族歧视这个问题和地狱歧视这个问题 因为我是河南人 我想以我的青春体会和我做视频 做了四年时间的一个 就是一个遭遇 我想就是给大家具体聊一下 有关于河南人 在不管是在海外还是在国内 这些待遇都是什么样子的 一提到河南人 有可能肯定你们会说 河南人是个骗子 骗子多 还有偷井个的 还有各种五下线的事情 都是河南人做的 因为这个在河南来说 河南人多 多到他一亿多人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 他海外像我们 像特别是我 我在河南也就待了十几年 出来在湖南上的大学去广州 又来到加拿大 在河南还待的时间比较短 像很多很多河南的小伙伴们 都出去打工 因为在河南的话 他没有那么多资源 这也是我为什么会来加拿大的原因 也是因为资源的原因 河南来说真的是背负的太多了 河南的大 河南大学211只有一所 就是镇大 河南大学都排不上211 那么大一个河南 居然没有 没有那么多好的学校 这就是河南的资源匮乏 在教育上的资源匮乏 第二个医疗上的资源匮乏 河南来说的医疗 就是好的医院 真的没有多少 好的企业 也没有什么好的企业 能称得上好的企业 基本上都是和食品相关的 那么双汇 那么粮食产 产量都是和河南瓜边的 因为河南 它每年的粮食产量 是整个全中国的十分之一 它可以养 养得了全中国十分之一的人口 所以说河南真的是就非常非常辛苦的 这个省份是非常 我们考大学也是非常非常难的 所以说一提到河南 很多人会提到它的不好 那我今天就具体的 以我的一个新生感经历 给大家聊一下 这个种族歧视和地域歧视 地域歧视来说的话是 没有 我因为在国内就是河南人 出去肯定会有人 或多或少的会说 你是河南人 那我就是说会离你远远的 毫无夸张 会离你远远的 或者就是说开玩笑 你们那都是骗子吧 你们那都是透井杆的 或多或少都有这种言语上的一些调讽 这也可以反映出来 真的在海外也是一样的 在海外我们会体现在种族歧视 比较严重的一块 比如在海外 我们华人对于种族歧视来说 是特别特别的歧视 别的种族是特别特别严重的 比如我们叫人家印度 叫什么印度阿三 人国人韩国棒子 黑人黑鬼 这都是我们给人家起的外号 这其实就是这波人 是导致了我们这个民族 真的是在海外是多么的卑微 你们可以 在海外的时候 我们这个国家并没有想象 让在国内宣传那么强大 真的没有那么强大 因为所有说什么河南人 印度就是印度 阿三这种 都是基本上没有去了解过 这个群体的 都是一点概念 人家说什么 他就是什么 比如我做视频做了这么久了 我的评论区 不乏有很多人说 我眼睛长得太小了 在样貌这种提示上 我们是number one 真是number one 咪咪眼 长得丑 你们可以后面在我的评论区 里面去关注一下 肯定是有的 还有结巴 这么结巴 都敢出来做视频 评撒 连说话都说不利数的 这都是很多很多人嘲讽我的原因 但是 但是不乏我去 一直在去坚持去做这个事 我的初衷就是想说 想着能把这本真实的信息给到大家 这是我的初衷 所以说这个来说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心 因为网上传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 是我们缺乏自己的一个判断能力 和思考能力 没有 完全没有 别人说啥就是啥 网上传我 被包养 被骗几十万 真的是有人相信 还我卖什么 在谋书上 有人给我评论 说我在蘑菇厂打工 卖工作 这我真的想 我也不知道 他们是从哪里编造出来的 我在MIT上去 这都是以额还额的去 去编造一个事实的存在 真的是编造 那越编越黑 越编越黑 越编越 充满的一种 怎么说 我比你 我 我比你怎么 这样的 我能给你编出来 一个一个的 以额传额的 这是非常庞大 很多人 真的 很多人 就是没有接触过河南人 听人家说 河南人怎么 我也 河南人怎么 这就是我们的意识形态 就是这样的 也许你们会在屏里去骂我 但是这期视频 我一定要给 河南人和华人发声 这个真的要改掉了 还有一个 我们见不得别人好 这是最大最大的一个劣势 真的 让河南 你要是说 河南的旅游 真的要是发达 若起来 是真的非常发达的 河南旅游来说 河南的历史 是可以占据 中国历史的一辈的 台风 郑州 洛阳 安阳 桑丘 真的都是挤潮古炉 你们要 真的要想了解 就是中国历史 河南真的要去 但是 很多很多人 见不得 这波好流量 给到河南 他平常 我 就是站在我 也是一样 我也是经常被网 网 你评撒 你河南 你评撒 你三岁 你评撒 但是 他们不知道 河南的底蕴 在那放着 也不知道 三岁 他已经发了四年多的视频 他时间已经花了 花上去 他不说这些 你评撒 你可以 说你在这个视频上 赚到钱 河南 你评撒 你有那么多旅客 要去评撒 不行 我得黑你 被黑你 这就是 我经历的网报 太多太多了 看不得逆讨 那网传 真的 我是在前两年 我当时没有 就是没有回应 但是 在那个什么 某APP上 有人给我回应 这太可怕了 可怕到你 就是这个事 是什么传出来的 这个事 我不是那个 一堆了解 付费咨询 人家有的眼红 说你评撒 你能 人家要付钱给你 你凭啥 就开始各种黑我 说我被包养 说我被骗 说那个 说话不利索 又长得又丑 闭闭眼 各种骂 我徒家带口的骂 然后我不回应 我天 我真的 真的牛逼 还有人冒充我 去回应 去 去用我的头像 冒充一个话 去道歉的 你说 说起来你都不信 我自己我都不信 也许你现在 你觉得 豆山说 你在这儿跟我吹牛逼 那 就那个就是你 你可以认为 那个就是我 但是我一辈子 我也不会干出来 那个事 我 真的 我要是 我可以天打五雷红 真的太牛逼了 以你的个人名义 去 去上面 搅活 牛逼 也许你看到过 那个帖子 视频 那个 视频外的你 也许你看到 那个帖子 也许你也骂过我 但是 但是我是觉得 你要 就是说 你骂这个人之前 你骂了这个事之前 你要去 去好好去 了解一下 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到底是什么情况 你再去 说我 再去评价这个事 而不是说 别人说啥 你就是啥 所以说 我这次 我就觉得 河南 河南的文旅 要火了 这一下 被别人 K呀什么的 我就觉得特别难 真的 特别特别难 也是我做视频 也是 也是 经常会忘包 真的 我们要都是成年人的 干一个事 做一个事 听一个事 都要去论证 这个事的真实性 和一个 表态这个事 一定要去了解 而不是说 他说是啥 我就 可以 那 他说 他呀 就是 人传人 真是传死人 真是 每年被网暴 自杀的 非常非常多 我做人的宗旨 是 是我 尽量不给别人填瓣 别一时爽 在网上 一时爽 真的 你这一句话 有可能会导致一个人的生命 这个毫不夸张 这就是网暴的力量 我为什么今天把这个发出来 因为正好河南现在正在处展 现在正在处展这个事上 和我的经历 真的 我和他的行李也很相像 河南 河南 旅游真的你们值得去一次 你们要了解中国历史 像开封的 清明三个月 开封做旅游真的 也真的做得非常非常好 你的主题员真的是非常 你在里面 就能感觉到 你就穿回古代了 真的是 为河南文理打口 好了 那咱今天就聊到这 有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个月 拜拜